片头 蓝色水墨化开 动画系列标题 时事顺逆之心安吉出现 树叶飘过 带出这部动画的标题 压力哪用怕 李太太和方太太微笑着面向镜头挥手 方太太的厨艺相当棒 李太太是她的邻居 这天 李太太和她逛超市 发现她竟然只买了很少食材 咦 你厨艺那么了得 为什么今天买那么少菜 你儿子吃得饱吗 她忙得整个星期都没有回家吃饭了 都不用做她的份了 老师要上前线工作 真的很危险 在方太太的想象中 一边是示威人士 另一边是儿子穿着制服 坐在地上休息 看来很累的样子 方太太看着李太太的购物车 诶 那你买那么多食材干嘛 要知道我女儿心直口快 她因为跟同事意见不合而吵架 同事们都不愿意跟她一起吃饭 所以从上个星期开始 就要说自备午餐和 李太太想象女儿和同事互不理睬 大家都很愤怒 哎 李太太跟方太太站在聚光灯下 两个人都表现得很忧愁 画面缩小成一张画纸 由一位女专家拿着 大标题 专家有画儿出现 即使子女长大 父母仍然会为他们的事而忧心 例如子女的工作 但假如父母把事情愈想愈坏 认为子女的工作辛苦到承受不了 甚至会遇到危险 方太太和李太太正在聚光灯下 一个想象女儿桌上有一大堆文件 比喻她处理不了 另一个就想象儿子背后有龙卷风 比喻她遇到危险 感到忧心或者烦躁 可能会坐立不安 失眠 插图 李太太走来走去 以及她睁着眼睡不着的情况 有些父母更会不断打电话给子女 追问他们的近况 令子女感到更大压力 方太太不停打电话给子女 专家在出现旁边有个灯泡 下方写着大标题处理贴士 当我们极度担心的时候 可能会太死心眼 吓怕自己 小标题 理性分析 插图 李太太撑着头想东西 然后想通了 头上出现一个小灯泡 寂静 我们担心的东西不一定会发生 学习多角度跟理性分析 避免钻死胡同 小标题 从压力中学习 插图 儿子背着两大包米走路 比喻他工作很辛苦 不用过于担心子女工作的问题 每一份工作都有学习的地方 儿子神情坚毅 逐渐改变为左右手各拿着一包米继续走 其实压力也是一种动力 假如子女能处理好 还可以从压力中学习呢 小标题 照顾自己 插图 儿子见到妈妈 妈妈做出加油和OK手势 妈妈和儿子的对话框都有新型图案 表示向对方表达关心 如果我们能好好照顾自己 子女就不用经常担心我们 他们的压力自然也会减少 方太太和李太太一起做体能活动 参与自己喜爱的活动 帮助分散注意力 可以减少焦虑的时间 专家手持一张画纸 画面拉近 方太太坐在沙发拿着手机 方太太和李太太会怎样做 回家以后 方太太用手机发短讯给儿子 儿子 工作时要小心呀 儿子下班回家 又拍拍她的肩膀 表示对她的信心与支持 李太太和女儿站在饭桌旁聊天 而李太太呢 她趁着女儿回家吃饭 试着开解她的工作压力 又答应她会好好照顾自己 我现在学会用手机发讯息 跟朋友聊天 所以你不用担心我在家中发呆 李太太举起OK手势 女专家再出现 旁边有一个灯泡 下方写着大标题 专家提示 按照下面四个提示 画面逐一出现相关的装饰插图 要谨记 当我们过于担心子女的事的时候 可以尝试 多角度和理性分析 明白压力不一定不好 压力也可以是一种动力 照顾好自己 就可以减轻子女的压力 参与活动 也可以减少焦虑时间 画面出现卫生署和长者健康服务的标志 以及以下文字 2020年5月 卫生署拥有本影片的全部版权 本影片只供做非商业用途 严禁租售及做其他牟利用途 全篇完 接下文字幕提供